近日,有博主发起了一则关于现偶男主天花板的投票,本身就是娱乐,奈何评论区里炸开了锅,非常激烈,呼声极高的就是肖战和杨阳,看得出来遇到了对手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有部分人居然在评论区里直言谁都打不过杨阳肖奈,还有人评价包括肖战在内所有演员的角色加起来都打不过杨阳肖奈,这不就是质疑其他演员的角色不堪一击吗? 据悉,网上有一则关于现偶男主天花板的投票,演员们包括肖战、杨阳、罗云西等,围绕这几位男演员的角色,评论区里炸开了锅,都在为喜欢的角色打靠,本身就是正常投票支持,奈何就有人站出来了,直言没有人可以打得过杨阳肖奈,不堪一击不可以拿到一起相提并论,其实本身就是大家相互娱乐,投票本身也不具有权威性,大家各自支持即可,没必要针锋相对。 是对手也是朋友,作为粉丝,大家最应该保持的态度就专注自家,专注于喜欢演员的角色,切记引战,各自支持即可,在评论区里,肖战粉丝们都是这样的态度,从来都没有评价其他演员的角色,只是安利肖战顾位,在自己的圈子里,支持肖战的作品和角色,这种态度很理性,也值得提倡,总之,我们会一如既往,期待演员肖战的作品和舞台, 不去质问其他演员的角色,可以不喜欢或者不关注,只是不要伤害,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态度,理性讨论。